第五次上课 那大家大概把第四次上课的重点再稍微讲一下 确定你是不是都会了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表示你回去要再花时间练习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就是把那个猜数字游戏改成 就是只能猜三次 那猜三次的话 我们有至少两种的改法 那至于哪一种改法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 就看你个人比较习惯哪一种写法 如果你写得出来那种方式 而且你尽量 像我的习惯是尽量让我写法是很顺的 就是你基本上很直觉的 你会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你就用那种方式 你千万不要写那种方式 那你自己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背去记 那样的话很容易将来 你就写不出来 因为你是硬记的 所以最好是那种很顺的 很直觉就写出来的 那种写法是最好 所以我第一种写法我是觉得比较顺 就是我们再增加一个变数 比如说叫C C等于0 初始值写在fire上面 然后每跑一次之后 在下面C等于C加1 加1之后再来做下方就一幅判断一下 判断如果C的值 它等于等于3的话 那表示说它已经三次了 那三次的话呢 我就直接不要让它猜 所以底下会有一个break 不过break之前呢 可能就是给它一个讯息 printer跟它讲说 你已经拆三次了 而且你没猜对 对那我就直接告诉你答案 所以把那个R&D这个变数的词 直接秀出来 给它知道说你猜的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样它就会知道答案了 OK 那当然你说 必须是三次嘛 四次五次六次也都可以啊 你当然可以自己想一个游戏的方法 难度越来越高 挑战你们关卡一样类似的方式 那我是觉得这个R&D的这个模组里面R&D 这个还蛮多可以玩游戏 如果你要写个游戏的话 那这个R&D真的是蛮可以做一些这个应用的啦 OK 那当然第一个方法用 就是要一样用fire 第二个方法用for圍圈 我是觉得难度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把fire回圈改成for圍圈 所以三次嘛 for eye in range 那1 1豆点 后面的话呢 就是123嘛 那4就跳了 对 所以就是1豆点4嘛 因为1 后面那个数字啊 那必须是停下来的 就是不会被执行的 所以如果你要123的话 那后面1豆点4啦 不过其实啊 也可以写0豆点3啦 012 只是说 你可能会不直觉啦 OK 所以我有时候写 就尽量写你比较直觉的写法 但是你以后看到别人的写法 或者Chartyp提供给你的语法 那就会用0豆点3 甚至你还会看到for eye in range 瓜谷3 你说老师为什么0不见的 跟各位讲 如果是0 是可以省略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 Range如果是0 是可以不用的 所以你会看到 Range 瓜谷这个就是3 那表示他是0豆点3 所以是0可以省 但1不能省略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 自己稍微习惯啦 因为如果你自己写 那你就写你习惯的写法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顺便参考别人 因为其实你在网路上Google搜寻 你会看到很多别人的写法 你也会看到Chartyp的写法 那你会发现他们的写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假设你参考别人的 像我的习惯我会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比如我看到那个光谷3 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我不习惯 那我改成1豆点4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不会有什么啦 OK 比较好阅读啦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写完了程式 其实也可以 请他帮你注解啦 所以我之前 Chartyp的如果你不会 你也可以请他帮你 程式注解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改成VBA 其实用Chartyp改VBA的写法 我是觉得 改下来应该还蛮像的 差别只是说呢 那个坏回圈 它就变成改成Do坏 有没有 Do坏 它不叫坏 其实VBA的这个回圈写法 Fall回圈 也比较类似 但是不是For i in range 它是什么 For i等于 哪个数字到哪个数 2啦 OK 那如果是Fall的话 还叫DoFall 不过其实哦 在VBA里面哦 它的那个Fall回圈 有两种写法 一个写法叫DoFall 那后面一定结束的地方 有没有 这是loop OK DoFall后面加一个loop 那如果是用Fall的话呢 后面再用Win Win W-E-N-D OK 不过 如果你不想记两 因为两种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我建议你记第一种就好 所以我是比较 建议你就是记那个DoFall 那个写法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 后面我们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回圈 只让它执行三次 这个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变数 因为这个变数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你等于学Python 应该没有学到重点 为什么 因为你Python里面 如果你只是会文字啊 会数字啊 辅典啊 那那个将来只能 记单个资料 也就是那个资料 可是问题你的 资料通常不会是这一个啦 比如说你一串资料 有没有 有没有 像一个清单 像Excel里面的资料 绝对不会是单一个储存格嘛 有啦 当然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一整串的资料 比如说你的国文成绩 成绩不会是一个班就一个人 也有可能啦 不过现在少子的话 会只有一个学生 这个比较 通常是一堆学生嘛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一堆学生 而且人数啊 通常不会是固定的 每一个班呢 不会说每一个班都固定 10个 有的时候可能有多 有的时候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新增一个所谓的串列 串列这个形态很重要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类似像Excel里面的什么 Excel里面的单一来 其实它的英文名称叫List 翻译叫串列 不过我是觉得 应该比较精确的翻译 应该叫清单吧 因为List就清单嘛 有点像Excel里面的清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清单 或者是横向的 它可以是横向的 也可以是纵向的 所以将来的话呢 我们就有点像用List 如果要对应 对应到Excel的资料的话 通常一定会用到串列 所以后面看今天 有没有时间讲到 如何把资料 把它直接变成Excel 比如说我们前面都是 一个文字档 对不对 那今天也许 你比如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直接把文字档 直接就变成Excel档 当然可以 可是问题 Excel它的基本的要素 你可能要慢慢有个概念 这个Excel本身 它一整个这个档案 有没有 它叫工作部 或者叫活业部 英文名称叫Work 工作 Workbook Workbook Workbook的话 就是指的是Excel档案 OK Workbook OK 那工作表 下方这个叫Worksheet 有没有 然后如果集合 就是Worksheet 再来一次 那这个外 很多的工作部的话 叫Workbook 有没有 然后呢 你们可能要知道 蓝跟列 纵向为蓝 横向为列 纵向的话叫Column 如果集合就Column叫S Column 横向的话叫列 一列一列的资料 那如果将来 我们要把资料写进去的话 其实你们可能 要怎么写 通常是横向横向写 所以通常会先把资料 把它变成一个串列 然后再把它写进去 它会是怎么写 它会是比如说五个栏位 那我们写一列 再写一列 再写一列 那那个语法的话 也跟那个串列要放进去 那个语法一样 叫Append Append的话就是放到下方 Append 就是有点像是 Append到它下方 有点像附加到它的下方 写到它下方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将来你在处理那个外部资料变Excel 那就简单了 只是说呢 如果你要处理Excel的话 因为呢 Python本身内建的模组 没有那个方法 可以直接写 所以变成今天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安装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的话呢 它本来没有 那你要把它挂上去 可是挂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每 就挂一次成功就OK了 那这个怎么做的话 我们后面 今天 可能应该有时间 我们再来练习看看 OK 我是觉得还不会算困难 简单都不困难 如果不会的人都觉得很困难 OK 然后呢 所以创立这个部分 我们上一半练习 输入成绩嘛 比如输入英文成绩 英文成绩假认你 比如输入第一个成绩 第二绩 最后一个-1嘛 所以我们做一个回圈 那个回圈的判断 如果它不是-1的话 就把资料写进去 写的话呢 就是先开一个空的串列 所以空串列是中瓜 然后在底下要放的话 要append append的进去 append的进去 有没有 当它-1的时候呢 它就结束了 最后我们是把写进去的 这个串列做计算 有没有 计算什么 计算它的几个人 用LEN 算它的人数嘛 然后总分嘛 总分就上 平均 因为在Python里面没有Average 所以变成你要总分处理人数 对 然后呢最后就是它的平均 把它秀出来 OK 这个上礼拜重点 所以大家回顾 如果假设你这部分不太熟悉 我是建议 你必须要再多 多把刚刚讲的 再再 那后来我们又多讲了一个 读取档案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不外乎就是 串列 不外乎就是外部读取档案 所以好像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什么 C叠底下 那我就增加了一个 那个eng.tst 不过 C叠比较麻烦 我建议如果你有低点 你就用低点 因为我这C叠都会有垂线问题 然后呢我就放了一个eng.tst 的一个文字 其实你看到这数字 但是如果你将来要读到 这个Python里面的话 他读进去的话 就会把它当成一串文字 所以我们上一半还有做一件很麻烦的事 就是你要先切的话 用一个函数叫SPRIT SPRIT有点像资料剖析 其实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英文名称就是SPRIT SPRIT呢 就根据豆点 有没有 那你SPRIT之后的结果 特别注意 他一定会return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 所以特别之后 SPRIT之后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在这个外面加一个中瓜 然后呢 因为SPRIT是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他文字类的话 他会把它切割成文字 所以如果你想来 你要把它加总的话呢 本来是一个sum 加一个包在外面 就可以算出总分嘛 可是如果你用SPRIT的话 千万记得 没办法 为什么 你用sum的话 他会跟你讲说 没办法 形态错 因为你的数字 我怎么帮你做计算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它是文字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怎么样 把这个通通转成INT 有没有 才能够做计算 但是问题喔 这边一个就要转一次喔 所以变成你要怎么一个转一次 特别注意 就是要用一个回圈 然后呢 它的顺序是从0开始 我记得好像这10个吧 0到9 没有 所以就是把这个里面的回圈 For I Enrage 有没有 然后从0 到点LEN 这个串列的长度 因为这个长度有几个呢 这长度有10个嘛 有没有 所以0到9 那9的话呢 我STOP就是 刚好是它长度的位置 所以记得就是10个位置 然后就全部把它转换之后 再写回去 它就会通通变成本来是95的一个文字 有没有 它就把它转成95的数字 那转完之后你才能够做计算 OK 这个记得喔 这上一半还讲到喔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读档 那最后好像又多了一个叫report 就是我希望把那个总分 几个人总分平均有没有 把它写出去 所以最后我们还写了一个report 1N区底线report 有没有 就是把什么 学生几个人 10个人 有没有 然后总分多少分 755分 平均取到小顺点第二位 把它输出了 那上个礼拜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档案的读 有没有 读取 跟写 写就存档 有没有 很重要 有没有 如果你会存档的话 那你做完才有依序嘛 不然你做完之后 你程式跑完只能在控制台看到 那最后很麻烦 你总不可能 诶 老板你来看一下 结果在控制台 老板说你不要 你直接给我给我的档案好不好 直接寄给我好了 所以呢如果你假设要存档的话 那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再接着来看 一个叫Member的 OK 那我们后来好像做了一个那个会员 这个会员一样是在 会员的前十个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重点 那请各位就是再把它开起来 那因为我好像有带的那个会员资料 请各位先确定一件事 你有没有把那个Member 这个文字档 有没有 我是存在C点底下的Temp 因为我这边C好像直接存会有问题 如果你的低点或者你存 你只要知道路径就OK了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Member 他的特... 他这个资料基本上就是五个栏位 那我要得到的结果 我是希望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里面好像50个会员 可是我第一件事我只要10个会员 比如说我只要取他的栏位名称 取前10个就好了 那我要怎么取前10个 OK 其实蛮简单的 你跑回圈 只要跑到第10个人的位置就好了 OK 好 那第一个部分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比较难 如果我以后的只要姓名跟手机 我不要全部 OK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 你想说老师呢 我怎么样把它做 这个应该就分割了 OK 有没有 本来五个栏位 对不对 我现在只要两个栏位 有没有 常常我们会遇到我要的资料 其实我要做报表 我不要那么多 可是问题 得到的资料就这么多栏位 那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先把不要剃掉 对 可是你要怎么样把不要的去掉 那首先的话 当然你第一件事 你可能要想 如果要分割的话 你要想到上一边教过的那个 叫做SPRIT函数 有没有 SPRIT SPRIT就可以把它切开 那切开之后的话呢 还记得嘛 他切开是一个串例 所以他会这样切开 他会帮你加一个中瓜 如果你要取第几个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 这个是第0个 姓名是第1吧 OK 所以2 3 4 所以你只要把1跟4留下来 其他的不要 其他的不要这样OK的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最后 只要姓名跟手机的 这两个栏位资料 那当然啦 最后我是希望说 再帮我存一个报表档 最后我就是希望 留下我要的筛选 留点像筛选 筛到我要的部分 然后再把它存档 那存档的话也许就是叫做什么 Member 底线 RPT好了 就把它存档 OK 那这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